好 现在我们和特派记者李秋陆维做连线 李秋你好 你好 新娘 好 很高兴再次听到你的声音 我们知道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已经抵达了哈瓦那 那预计他会在什么时候和古巴的国务委员会主席 劳尔卡斯特罗会谈 两个人会谈些什么内容 而接下来胡锦涛还有哪些行程安排 李秋 那么胡锦涛在抵达之后是在机场是发表了顺便讲话 他指出那些古巴是第一个和中国建交的南美洲国家 可以看出两国的友谊是相当的深厚 那么这一次在明天的当地时间的傍晚 他会和拉尔卡斯特罗举行双边会谈 两个人会就这个中午之间的双边问题 经贸等等一些问题交换一件 不过大家还是非常的有兴趣说 这一次胡锦涛对古巴的访问 会不会利用这段时间去探访一下另外一位卡斯特罗 那么这一点甚至目前的这个行程安排 虽然看到有空出的没有公布的行程这样一个时间 但是也没有在外公布这样的消息 不过我们是相当的关注 另外胡锦涛也会在这里利用在这里的访问机会 会见当地的华人华侨 他这一次会特别去看望在当地留学的这些留学生 因为中古之间的留学生交换也是中古之间的这样一个交往的重点 他也会探访一个当地的古巴的家庭 不过他很可惜这个行程也是相当的有限度的向美国开发 那么他在结束之后呢 在后天他就会前往秘书 先扫了秘书 然后就会出去艾太克会议的 谢谢 好谢谢旅秀来自古巴哈瓦那为我们做的连线报导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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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